这牛棚啊 一天就能把我累死 整完牛棚的事还得回嘎茶 那纪委那调查啥时候能下来呀 把我撸了得了呗 把我撸了得了呗 我就专职在家养的 把我撸了 啥意思啊 找我有事没事啊 没事我走了啊 没工夫陪你老可 你找啥急啊 你先坐这儿我给你聊点天 先忙到刀的去 坐这儿 我有个想法 你这牛棚啊 暂时算不了集体子了对吧 那你就索性找似乎有医院的 搞个人合作社嘛 把白银宝啊高娃啊 你都给拉进来 那你不能整天扎着牛棚 搞茶那么多事 你啥也不管啊 个人合作社这是吧 我倒是想过 不过呢 我得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你这样你跟嫂子先商量 她不冲突 你把白银宝拉进来 你给她一半工资也行啊 你说她刚刚把那高娃 家的牛羊死 我咋敢请她呀 我发现你能说这种话 你 你咋比她还不靠谱呢 行了 不聊了 我走了 就这事啊 回来了 回来了啊 回来了啊 一身牛粪味 你赶紧洗个澡去吧 你吃饭了没啊 你这饭热到锅里呢 累了不想动她 干啥去啊 我伺候你啊 我车给你热饭去 真的累得不行 不想动 来来来 坐这儿跟我说说话 咋就是闹腰呢 你这又闹啥腰呢 你看这跟你说说话 咋就是闹腰呢 我就看着你这样 好像心里有鬼似的 说说话 有病吧你 你坐这儿 你干啥呀 你 你说呀 媳妇啊 我爸 想和你商量个事 商量啥事啊 你多大岁数了 你还想有二胎呢 我咋跟小雅交代 媳妇啊 是这样的 我呢 想让你把修理厂关了 帮我去养牛 不是 你啥意思啊 关修理厂 我跟你干苦力去啊 我那牛棚不是忙不过来吗 是不是 再说了咱修理厂的生意也不好 你不是也老唠叨 那省道生机之后 那也没啥车来吗 这都是自己家买卖 我跟你说啊 咱养牛不见得 避开修理厂挣的手啊 咋的 你当了嘎茶书记 就可以撤你老婆职了是吧 我啥时候撤你职啊 你这不是撤我职啊 你让我关修理厂 我这修理厂干得好好的 干啥呀 关了就给你干苦力去啊 再说了 那养牛我又不会 这样啊 媳妇 咱就是养牛 你也是何总 也是老板 一边去 就你那心眼子多 这不会打理你 你看咋又几眼了呢你这 媳妇 咱这行政级别不是没变吗 滚一边去